警察抓小偷游戏开始 我是警察 我是小偷 我是警察 我是小偷 大宝我们快藏起来 千万不要被警察给发现了 好的 小妹我们快去找他们吧 一定能抓到他们的 我是小贝姐姐 我们去哪里找呀 小贝小妹 这个给你们 这是什么 这是魔法指南针 它可以给你们指出小偷的方向 哇塞 太好了 有了这个宝贝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 咱们快走吧 小贝姐姐 指南针指的方向就是这里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找找吧 一定能找到他们的 不好 他们马上就要抓到我们了 嘿 不着急 看我的 魔法斗篷 隐身 大宝 你怎么隐身了 当然是这个魔法斗篷了 警察现在给了他们魔法指南针 当然也给了我们魔法斗篷 原来是这样 实在是太好了 我也来试试 魔法斗篷 隐身 奇怪 魔法指南针显示的方向就是这里 为什么找不到呢 对呀 我也找了一圈了 根本没有他们的影子 会不会是魔法指南针出了问题 嘿嘿 看他们真想怎么找到我们 别看 我怎么听到了大宝的声音 啊 他们肯定在这里 我们再仔细找一找 糟糕 我们不会被发现了吧 黑暗魔王 你跟我说 魔法斗篷转移 魔法斗篷转移 小贝姐姐 快看 魔法指南针又坏方向了 一定是他们逃跑了 我们快追上 大宝 这魔法斗篷也太厉害了吧 当然了 不靠 是谁在草丛里 黑暗魔王 我们快走 黑暗魔王大宝 是我 小雪 怎么是你 就是小雪 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啊 你们看我的斗篷 是真的 小雪 你就放心吧 跟着我们 一定不会抓到的 不靠 小妹和小贝怎么找来了 我们快跑 快看 神秘人给我发了位置 小偷就在这里 我们快藏 好的 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他们一定找不到这里的 糟糕 他们怎么又找来了 速度也太快了吧 小雪 黑暗魔王 我们快走 又给他们跑了 神秘人又发来消息了 他们在河边 我们快走 好的 好累啊 这下总不会再被发现吧 禁锢魔法 大宝黑暗魔王 你们被抓到了 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 你干嘛啊小雪 想不到吧 其实我是警察 你们被抓到了 什么 小雪 你怎么是警察 看来我隐藏的还不错 你们说了 那好吧 小朋友们 你们玩过警察的小偷吗 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全都给我穿上秋裤 小贝 这是你的红秋裤 好丑啊 我不要穿 大宝 你的绿秋裤 我拒绝 我不要穿那条花秋裤 不行 必须穿 不要 不行 你们必须穿 这下不会被找到了吧 我们都跑这么远了 应该不会吧 我可不想穿秋裤 你们跑什么呢 我们不想穿秋裤 所以要跑 坚决不穿秋裤 不穿 哎呀 这还不简单 看我的 胡来啦 迷幻魔法 我不要穿这么丑的秋裤 别着急 这是假的 就是让眼镜老师看到你们穿上了秋裤 但实际上你们根本没有穿 太好了 这样眼镜老师就不会让我们穿秋裤了 你们都穿上秋裤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不用穿秋裤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没穿秋裤嘛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 孩子们 今天又冷了 你们要再穿一条秋裤 什么 我们不要 不行 你们必须穿 这里有条河 我们跑不过去了 我的秋裤 大哥了 终于没有穿秋裤了 眼镜的眼镜老师哦 你丢的是这条金光闪闪的金秋裤呢 还是这条银光闪闪的银秋裤呢 还是这条不发光的花秋裤呢 哪里来的河神 河神大人 我掉的是那条不发光的花秋裤 你真是个诚实的人 恭喜你 这是奖励给你的一百条秋裤 真是太谢谢你了 河神大人 不客气 诚实的人 太好了 孩子们 你们有穿不完的秋裤了 不要 快跑 你们必须穿上秋裤 不行 我实在跑不动了 我也是 这都到了北极了 眼镜老师还不放过我们 哦 救命啊 我不想穿秋裤 不行 你们必须穿 快把秋裤穿上 行了 穿就穿 不行 我也要穿 红龙 原来秋裤就不断了 太好了 你们终于穿上了秋裤 当然了 我们穿了好多好多秋裤呢 是啊 河神给的秋裤我们都穿上了 我也好冷 还有秋裤吗 老师 一道秋裤都没剩下 我们看看眼镜老师秋裤 小朋友们天气变冷了 快点穿上秋裤吧 我们下次再见 眼镜老师消失 大宝妈妈消失 美丽消失 妈妈 这谁在偷看 大宝快走 想跑没那么容易 等一下 雨伞你为什么要注意他们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终于安全了 他不会再追来了吧 我也不知道 可是等一会再出去吧 是谁在敲门 大宝小辈 是我 是小雪 快开门吧 等一下 万一是雨伞暴冲的呢 可是问问大家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门外面的是小雪吗 如果觉得是小雪的 就发送五五 如果觉得不是小雪的 就发送六六六吧 打砸发的都不一样 这个怎么办 我有办法 小雪 我问你 上次我和黑暗魔王打游戏 谁赢了 当然是黑暗魔王赢了 他还把你最喜欢的蛋糕吃了 你哭了好几天呢 这么丢人的事 就别说了吧 卡兰 真的是小雪 我看 我来了 小雪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你们别害怕 他是来找你们和解的 没错 麻烦 去 终于抓到你们了 疼疼给我变成雨伞吧 不要 等一下 雨伞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忘了你自己说的话了吗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看 我跳 我跳 真好玩 大宝 你怎么能这么玩雨伞呢 快下来 好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正义走了 我接着玩 小贝 你怎么能捞人雨伞呢 快收起来 哦 知道了 我踢 生好了 我要去看电视了 因为他们不可好爱惜我们 总是把我们弄得破破烂烂的 所以我才想找到他们 让他们给我们道歉 原来是这样 他们确实做的不对 我知道他们去哪了 你跟我来 你不是说 只想让他们道歉吗 为什么要把他们变成雨伞 因为我改变注意了 他们只会嘴上说说 才不会真正的改召呢 所以我要把他们都变成雨伞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 被折磨的滋味 不要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 我们一定好好爱惜雨伞 你就相信我们吧 哼 你们这些坏孩子 幸好有人早就告诉我了 所以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 看招 等一下 我一定会监督他们改变的 你就原谅他们吧 真 我到底要不要原谅他们呢 小朋友们快告诉我吧 你看 小朋友们都同意我的话 那好吧 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魔法兵 我们终于出来了 我现在就把你们放了 不行 你不能放过他们 二生 我看他们是真的知道错了 就不要让他们变成雨伞了吧 不行 他们虽然看着不大 但是鬼主意多着呢 如果你犯过他们 他们肯定会继续折磨你的 原来是你给雨伞出的主意 雨伞 你别信他的 他才是坏人 就是 我们可都是之所能改的好孩子 你看 这些是我们获得的小红星 好的小红星 本来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二生 你为什么要呼应我 竟然被发现了 我溜 你给我站住 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爱惜自己的雨伞哦 我们下次再见 一步两步 站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这儿过 留下宝物来 可我没有宝物 你有什么就留下什么吧 给你一包辣椒和泡泡糖 三步 站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这儿过 留下宝物来 可我刚给了可可了 你刚刚进入的是可可的地盘 现在你进入了我的地盘 不给宝物 不让过 怎么又这样的 我给你一盒饼干 你走吧 四步 站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这儿过 留下宝物来 我去走了四步 你们就拦我三回 太过分了 国王爸爸 你快去管一管吧 黑人家族太过分了 拦着路不让我过 还说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这儿过 留下宝物来 什么 既然有这样的事 看我怎么教训它们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这儿过 留下宝物来 你干什么 我要回家 大宝 你休想过去 这里是我们黑暗家族的地盘 要想从这里过 快留下宝物来 木康 我感觉到国王往这里走来了 我们快变黑了 变 大宝 你可以走了 快走吧 怎么又放我走了 你走不走 一二 我这就走 孩子们 一会国王来 我们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黑暗家族 你们是不是又欺负人了 我们没有 没有 那雪儿怎么告诉我叔 你们来路不让他过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糟糕 忘记小雪是国王的女儿了 这下怎么办啊 国王 是这样的 我们是在跟小雪玩游戏呢 不是真的 对呀 国王叔叔 我们才不会欺负别人呢 哦 要是真的话 我要你们好看 狂 爸爸 他们三皇 他们刚刚不是这个样子的 小雪 你别说了 我相信雪儿 你们一定是在骗我 对 他们刚刚就是在撒火 国王叔叔 我刚刚也被他们拦住了 听到了吧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快跟我回宫殿吧 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 是这样的国王叔叔 我爸爸和哥哥都喜欢玩大服务游戏 他们俩想玩一场真人本大服务 所以就这样了 哼 我就知道 把你们在这里写三百年的作业 爸爸 我们还有多少年才能出去 你真过去一百年了 我们还有两百年 孩子们 忍一忍 哼哼哼哼哼 爸爸 哥哥 都怪你们 我再也不要写作业了 哈哈 大宝 小雪和小贝 你选择救谁 我都想救 你只能救一个 什么办怎么办 我该选谁 大宝 你救小贝姐姐吧 我不怕 不行 救小雪 小雪比我小 先救她 不 救小贝姐姐 救小雪 别说了 我选小贝姐姐 太好了 这下我就放心了 大宝 你干什么 不要选我 真的吗大宝 你确定要选小贝吗 不是 我选 他被带走 什么 你个臭大宝 我要跟你绝交 不 小贝姐姐被乌龟带走了 你们就慢慢找吧 再见了 大宝 你应该选小贝姐姐 被放了的 可是 我不能选小贝姐姐 我只能选你 还记得 去年冬天吗 冷死了冷死了 早知道这么冷 我就穿个后衣服了 哎呀 大宝 你怎么都成冰块了 温暖能量 谢谢你小雪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一定帮 你没事就好 除了这件事 你还帮过我很多忙 所以 我一定会救你的 可是 小贝姐姐被抓走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小精灵帮忙 好 小精灵不在 我来帮你们 希娜 你有办法对付黑魔仙吗 嘿嘿 看我的 大宝 小雪和熊妹 你只能选一个 为什么又是这样 我不选 你不选 那我只能把他们都放走了 小雪和熊妹 就要一直在天上乱飞了 不要 谁能来帮帮我 可恶 你是谁 居然抢我的师座 你又是谁 居然敢说我 我可是小魔女希娜 我还是黑魔仙呢 哼 希娜 快把他们放了 要不然 我就要用黑魔法了 我就不 气死我了 黑魔法 我怎么被抓住了 没想到吧 这是我们的计划 黑魔仙 快把小贝姐姐带回来 可恶 我居然上当了 我就不 除非你们把我放了 哼 你不放小贝姐姐 我们就不放你 我这就放 既然小贝回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大宝 你居然不选我 哼 你个臭大宝 不是你说让我选小雪姐姐的吗 是啊 可是 可是我就是很难过 看起来大家都不在乎我 小贝姐姐 我们大家都很在乎你 是啊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没有 对不起小贝姐姐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大宝你别哭 我就是和你开个玩笑 真的吗 小贝姐姐 你原谅我了吗 我就没有怪过你啊 真是太好了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小贝姐姐 我带你去吃零食 有零食 太好了 我们快走 你们回来 我还没有出来呢 你们快回来 我以后 再也不装弄别人了 小朋友们 你们快在评论区 反送依依依救救我吧 谢谢你们